三菜一汤 美味响叮噹 大家好 我是张宁 跟着下来我会帮你介绍一下 香港人做的家常菜 那因为香港人都很忙 那一般来讲 他们都会一个礼拜去市场一次 都会被整个礼拜的菜色 他们用的食材会有广东的梅干菜 还有一些花雕酒 那跟着下来我会做 就是香港人家常菜的三菜一汤 那梅干菜的部分 它都是卷起来的 那我们会把它撕开一条一条 梅干菜会有干的跟湿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 用湿的梅干菜 因为梅干菜泡过水 它比较滑 在切的时候自己要小心一点 马蹄用刀背压的它就好 给它压碎 可以加一个塑胶袋 那拍完之后 然后用刀再细切一下 肉饼的话 它的比例一般来讲是七三 肥肉三 瘦肉七 再加梅干菜 然后再加香菇跟薑末 再加一点淡 一颗的鸡蛋 稍微抓一下 摔十几下 摔完之后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要换到盘子上面之前 涂一点点香油 那有涂油的话 那个肉就不会粘在盘子上面 给它压平就好 陆鸡蛋 因素 年轻的鸡蛋 没太多 没太多 还有带人 Marty 我听说 你们想等一位 今天有关机的鸡蛋 能够到鸡蛋 首先我們是一開二中間 一邊開四塊 這樣的尺寸就一口的量 然後現在下味道 加一點點的糖 加一點點的醬油 加一點點的紹興酒 給一點點太白粉 給它醃製 一般來講會醃製15分鐘左右 那炸蒜頭的時候它的溫度不能太高 如果溫度太高的話會燒焦 一般來講在130度就好 就慢慢炸就好 不能半身熟 蒜頭炸過的香味不會出來 如果這道菜沒有蒜頭 它的主味就不見了 廣東菜裡面的一個很主要的食材 來 這樣的顏色就對了 金黃色 油溫150度左右 然後下鍋 炸到給它金黃色 這個就好了 現在只有八分熟 我們現在下料頭 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OK了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高湯 等一下我們會下味道 給它慢慢吸收那個高湯跟蠔油 來 給它慢慢燜走一下 那火不要太大 那一般來講燜個三分鐘就可以了 來 我們現在下花雕酒 一般來講花雕酒已經靠邊下 那它才有香氣 對 那這樣就好 那我們下蔥段 然後火稍微大一點給它入味 收到那個湯汁少一點 現在抓一點點太白粉就可以了 白乾燥 看狀醬 要不去吃 去看狀醬 白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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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跟尾都要挑掉 還要把它旁邊的絲撕掉 差不多這樣的長度 鴨蛋黃 這個已經烤過的 它是熟的 如果是生了鴨蛋 我們開打的時候 它是沒辦法變成一個粉末 壓扁之後 還不夠細的時候 就用刀再幫它切一下 那我們現在下了油 油溫會在150度左右 來 慢慢炸 火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的話 它會燒焦 其實一般來講 用燙的也可以 如果有過油的話 它會比較爽口 脆的 然後我們會加一點糖跟鹽巴 糖的作用的話 一般是保持那個蔬菜的清綠色 好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在炒的時候 是慢慢炒 會開一點點火 就慢慢給它慢慢推開 推到那個鹹蛋黃起泡泡就OK了 那個鹹蛋黃的味道出來 讓我們可以把四季豆 彩椒 我們下的味道只有下一點糖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市場選到的蝦仁 一隻蝦一開二就好 那刀子斜斜的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切片就好 蝦子 把那個白色的鮮花掉 有燙過的話 那個很多雜質都會去掉 然後煮的湯頭會比較青澀 海菜 泥乾水 這樣就可以了 滾了之後 把豆腐泡熱水 跟那個東西一起燙的時候 豆腐就會碎掉 好 現在把食材換下去 火不要開太大 火如果太大的話 它的湯頭會很濁 那我們現在下味道 還有一點胡椒粉 然後稍微煮一下 火關小一點 把勾芡 那慢慢太白粉加水 慢慢下 前面可以 不用開很大的火 那慢慢再攪到均勻 那我們把豆腐換下去 下蛋白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乾下的時候 慢慢存著時鐘走 然後不要動它 太早動的話 會變成雪花一粒一粒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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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會不會 容易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